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今天有三个主要内容 一个是Chronic Superactive Autism Media 就是慢性化能性中耳炎 另外就是Clystural Tumor of Middle Ear 中耳胆子瘤 第三部分内容就是Peripheral Fascial Paralysis 周围去面谈 这实际上每一部分内容都很多 我们只是把一个概要的情况 给大家讲一下子 这张照片是我在07年 在美国House Clinic拍的 这个如果是你做耳科的话 这个就相当于耳科的圣地 最好医生当中要去一次的地方 要朝拜一次的地方 这就是相当于家叉地带 这是在耳科界是一个圣地 因为你看我们下面一堂课要讲的一个 周围新面谈一个是 House Breckman分级系统 实际上他们两位叫做 就是一个House 一个Breckman 这两位老先生都还健在 都80岁了 应该有80岁左右 还在开刀呢 就是以他们的名义在命名的分级系统 就是从这两个单位搞出来的系统 这是07年的时候 我到那边去作为访问学者去了几个月 在上课之前 我给大家先演示一段我们的那个手术录像 让大家对我们的耳险外科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因为耳险外科呢 它还属于这种大外科的一部分了 并不是只是看看门诊 开点药给病人说 点点药水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耳险外科手术 就是我们刚刚把切口做完 这个整个外耳道从后面 耳道后面把它暴露出来了 我把它稍微快进一下 里面长的是什么白颜色 就是等会我们要讲中耳胆子瘤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胆子瘤了 一直长到那个外耳道里面都是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过这种中耳炎的病人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中耳胆子瘤的患者 把那个树叶暴露好之后啊 就是用电端来操作 这个电端大概都是每分钟四万转左右吧 应该转速还蛮快的 这周围呢还都是重要结构 你看这个蓝颜色的就是乙状痘 如果害怕血的大概不能做外科医生的啊 要晕血的 这上面的是脑板 如果你把它不小心磨烂了之后 可能会引起脑结漏 如果这个血管磨烂呢 肯定会大出血了 因为是一个很粗的血管 一状痘嘛 另外这个耳科它为什么有些神秘呢 因为它有个面神经在里面 所以这个别的科医生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只有我们耳科医生才知道 面神经怎么走的 如果损伤以后可能会导致面瘫 这都是比较麻烦的并发症 等会我们下节课也会讲这部分内容 所以要想做一个合格的耳科医生啊 还是要经过艰苦的磨练 这是一边冲水一边磨 这是脑膜上面有点出血 可以用双肌电瓶把它凝掉 好 先给大家演示一小段 等会我们还会有 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这个手术室的布局啊 就是Houseyer Clinic的他们那个手术室 这个老先生就是John House 就是我刚才讲的 House Breckman分析系统 就是John House 这是他的护士 没有我们的护士小姐漂亮 她那个因为年龄都蛮大了 她是从年轻时候就一直是固定搭档的 这样的话呢 那个手术做起来 地七戒非常得心用手 医生手一身 他就知道要地什么气节 这就是固定搭档的好处 在我们医院也是的 我们那个镇高博导这一级呢 也有相对固定的护士作为你的手术住宿 这样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开展 我的导师是我们中科院的王志平院士 他最早在国内提倡就是要有护士做助手 并不是医生做助手 如果是进学医生也好 或者是住院医生也好 给你当助手 他自己还要去看 还要给你当助手 可能手忙脚乱的 做助手也做不好 看也看不好 所以还是由专职的护士来做一些 吸手护士比较好一些 这都是跟国外的先进经验学来的 也是他们的手术场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耳险外科一般就是两个人做手术 一个主导 一个助手 别的人也插不上手 现在因为有视频了 看得比较清楚 以前的就是靠一个显微镜的视角镜在看 只能一个人做 另外一个人看 别的人也看不到里面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非常麻烦 这两年随着视频技术的普及 包括现在我们都在用高清的 等会儿有一段是高清的 作为视觉非常容易 最新的还有3D的 就是你看着戴着一个眼睛之后 就像在显微镜点看的一样 在大屏幕上看3D的手术录像或者是视频 都是非常清楚的 好 我们转入整体 今天第一个内容是 Chronical Separative Autism Media 就是慢性化能性中耳炎 在我们书上是126页 是吧 我的版本跟你们一样嘛 首先是它的定义 什么叫慢性化能性中耳炎 就是一个中耳的一些 非常简单的讲的就是中耳一些慢性的 难以控制的炎症 它可以身达到粘膜或者是到骨质 而且还会反复发作 可以累积到骨斗 乳秃 导致骨膜穿孔 还有那个长期的耳流浓 以及听力下降 这就是慢性中耳炎的一些特点 所以从这一句话当中 我们就知道慢性中耳炎是怎么回事了 按书上讲的病因呢 它是由下面几条 一个就是中耳的这些感染 就是不太容易解决的中耳的感染 它会那个刚才讲的会 这个炎症会提及到中耳的粘膜 包括那个骨斗去的 导致长期的那个渗出 另外呢 这些渗出液里面 它含有一些酶 我们书上也有了 有几种酶 可能会导致这个粘膜的损丧 最终的导致骨膜穿孔 因为我们知道骨膜有几层 都学过吧 你们讲过骨膜有几层了吗 没讲过 这得我告诉你们 我们正常骨膜应该有三层 上皮层 纤维层 还有粘膜层 一旦窗孔之后呢 它再生骨膜往往只有一个上皮层 所以你看那个 我们有时候在临床当中看病人 一看骨膜上面有一层非常薄的那个膜 和我们正常骨膜不太一样 虽然修复了 但是呢 这个厚度一看就和边上不一样 你就要给他讲 你以前是不是生过中尔炎啊 别人说 哎 生过中尔炎的 这属于中尔炎的后遗症嘛 它的比较小的穿孔呢 有可能会自己修复的 但是呢 它只能长了一层上皮层 如果穿孔比较大的话呢 上皮爬不过去啊 就是遗留一个长期的穿孔 所以这就是中尔 这是骨膜问题 另外一些上骨湿 像骨霞部份的阻塞啊 也会导致这个中尔带骨唇 或者是中尔带骨唇肉压咀的形成 还有就是咽骨管的一些功能障碍 这是比较常见的 像急性中尔炎的患者 如果咽管功能不太好的话呢 这个中尔腔的剩液 它没有地方排出来 寄在这个骨湿腔里面去 就会导致刚才讲的一些 病变的情况发生 还有鼻腔 还有鼻咽部的一些慢性炎症 通过咽骨管的途径呢 也会感染到那个中尔 所以实际上你像我们那个中尔呢 也是属于上呼吸道的一部分 像它的那个病原菌啊 急性中尔炎那个 这里先提一下 它的致病菌啊 和慢性中尔炎是不一样的 急性中尔炎致病菌 还有一个是肺炎链球菌 卡塔莫拉球菌 还有一个就是流感嗜血感菌 这是最常见的三种菌感染 这是急性中尔炎 它和我们的慢性中尔炎等会会讲的 这个慢性中尔炎它可能是青黄色葡萄球菌感染 还有一个是像变形感菌啊 或者是绿农感菌 感染这两个感染的那个 细菌的种类是不一样的 就是急性中尔炎和慢性中尔炎 你们应该讲过那个 鼻痘的一些感染情况 它们细菌呢 和我们刚才讲的急性中尔炎细菌 是一致的 就上周期到来讲呢 这个如果是急性感染它细菌 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三种细菌 不是慢性感染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个就是一些 我们这个慢性中尔炎的这个细菌情况 刚才讲的一个是青黄色葡萄球菌 还有一个是主要绿农杆菌 另外就是一些虚氧的 或者是艳阳的细菌感染 这和急性中尔炎不太一样 它的病理 病理呢主要是那个 在急性期啊 急性中尔炎肯定是充血为主了 到慢性期之后呢 这些粘膜可能会增厚 或者是有那些纤维化 钙化 所以你们实际上还有一些中尔炎的病发症 叫中尔炎后遗症 后遗症可能会导致骨氏硬化 它和我们后面讲的那耳音化不是一回事 骨氏硬化呢就是先是那个玻璃样变 到最后呢变成钙化 轻骨链周围或者是被纤维化 或者是粘粘组织固定之后呢 那个轻骨的运动就受限制 导致听力下降 所以那个它的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 是密切相关的 还有呢这个刚才讲的一些霉啊 它会引起我们的听小骨的破坏 我们知道正常应该有几个听小骨啊 三块垂骨针骨还有灯骨 像麦姓中尔炎也好 中尔炎胆子流也好 它往往是在那个中间一块骨头啊 针骨啊 针骨一个短角一个长角 在针骨的长角那个地方呢 往往是最先发生破坏 等于这个桥呢不连续了 我们三个听骨放在一起 像个钢杆原理一样 可以引起听骨的骨膜震动 我们一起听骨量震动 再导致内耳的领巴液的震动 如果这个桥的连续性不是很好 就是中断了之后呢 那肯定会引起听力下降 所以这个也可以从这一点来 也可以知道它们的那个临床表现 还有那个骨膜穿口 这种严正导致的骨膜穿口啊 等于你这个耳朵漏气了 就像你敲了个骨一样 如果它中间烂那一块 那肯定这个声音不是很响 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从病理变化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的临床表现有哪些了 像那个听骨链的寝食啊 就是被那个严性的那些组织破坏之后啊 会导致听力下降 而且这个在慢性中文言呢 还是比较常见的 比较常见的就是那个针骨的长脚 像那个急性中文言 一般呢可能会发生在小孩比较多一些 特别是比较寒冷的季节 你看冬天你如果是看急诊的时候啊 特别是晚上一两点钟 这样的话帮我小孩过来看急诊了 那个时候大概医生也很疲劳的 还想睡觉呢 小孩就要进来了 实际上在我们医院做那个急诊 就是那个急诊值班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晚上可能会看七八十个 甚至这个接近一百个病人 嗯 功分量非常大 嗯 光拿那个鱼刺 可能会拿三四十个鱼刺 嗯 有些人还还比较差 这个喝酒喝到晚上两点钟啊 这个喉咙不舒服就在看了 这个喝好酒又想起来 这个喉咙里面还有一个鱼刺 再来当地取鱼刺 所以你还要有耐心 嗯 所以蛮困难 嗯 搞得不好的话呢 就会造成医患的冲突 医患关系不太好 嗯 这里讲一个题外的话题 你想这个鱼刺呢 有的时候它在嘴巴里 就像口水那个拉似的丝一样的 也就是非常难看的 嗯 经常发生是这种情况 嗯 这个医生怎么看 看不到 然后病人呢 那边讲说我很痛 那肯定有鱼刺 医生说没有 看不到 就是怎么办呢 那要么你过一天再来查一下吧 有的时候呢 有一次可能是 是不是扎到卵子汁里面去了 这个连尾巴也看不清楚 但是呢 病人感觉到它很痛 医生看不清楚 这些情况 还有一种就是那个 呃 确实没有一次 就是一种擦伤 病人也会感觉到痛 嗯 呃 有的时候病人他也很着急 他就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 你看 医生画个角度 说不定他有看到 这就非常麻烦 然后再回来找你这个医生 你说你的水平太差 实际上呢 有时候蛮困难的 嗯 我也理解我们这些年轻医生呢 他们职班 因为我们的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这个 9点半之前 我可能会有两个医生 9点半以后就一个医生在 在职那个急诊班 一晚上也要应付那么多病 有时候还有比较重的 像鼻出血啊 来的时候就入了鼻子 这个满头满脸的血 你还要处理那些人 这边嘛 鱼匙嘛 也记得哇哇叫 嗯 所以你都要把这些关系 都要协调好 不过你们作为那个住院医生 我们现在是基地培养医生 呃 不要求你们职业班的 这个三年呢 这些基地是不能单独职业班的 就是按照卫生局的规定 等你们到了分到各个单位 作为正式医生之后啊 那是要辛苦了 那要参加急诊值班 而且这个值班是非常辛苦的 你要读到一面了 在三年的基地培训期间呢 大概还有老师去管你 呃 一旦独立之后呢 呃 可能自己身上呆得更重了 呃 一个是刚才讲的那个 这个增固长脚的破坏 另外呢 就是胆固醇肉芽种的形成 呃 你开刀如果开进去以后 可以发现这些胆固醇肉芽种啊 就像那个 有点是褐色的 或者是像那个鸡蛋黄那个颜色的 呃 肉芽种的 呃 就是在在阻塞的后方 因为它不含气的呢 就形成了肉芽种 呃 或者是纤维巴含组织的增生 另外呢 就是那个激发胆脂瘤的形成 骨膜穿孔之后啊 这个外面的味道上皮跑进去之后 它可以导致胆脂瘤的形成 呃 继续破坏里面的骨质 因为胆脂瘤本身也含有一种 嗯 一种鎂可以导致周围骨质的这个破坏 像胆脂瘤它也分两种 一种就是那个 呃 呃 congenital cholesterol tumor 还有是 acquired cholesterol tumor 一个是先天性的 一个是后天性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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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几张那个骨膜的照片 嗯 这张骨膜呢 在右下方那张骨膜啊 在松弛部大家可以看到 赵老师的松弛部啊 呃 有个内线带 所以我们一般的病史上描述呢 松弛部的内线带 它不是那种比较 这个松弛部是好的这一张 但这一张松弛部呢 就凹进去了 就陷进去了 呃 紧张部呢 这个地方也有点像 捏连 捏连子那种 这不应该有个东西 这上面整个骨膜 骨膜有点像腹鸭一样的 我们贴进去了 呃 上面那张照片呢 呃 骨膜已经完全没有了 大家可以看到几个厅骨 呃 这个厅骨的头都露出来了 这应该是垂骨头 沾骨的一部分 这个一的话呢 就是指那个 骨石腔内側臂 骨石腔内側臂叫什么呢 骨夹 这就是骨夹 这一张呢 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骨膜紧张部的窗户 上面那张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窗户 已经穿到边缘了 没有这个残边 呃 呃 下面这张呢 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骨膜紧张部的窗户 这个紧张部的窗户 它周围还有一些残边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透过这个窗户 我们也可以看到 骨石腔内側是红的 呃 呃 右下边一张 刚才已经讲了 它是一个松弛部的窗户 呃 呃 这种窗户 呃 这种窗户 往往预示 它可能有那个 通而胆子流的形成 在松弛部的窗户 紧张部的窗户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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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种肉丫属的形成 那也有一些少部分呢 是呃 激发的胆子流形成 但是松弛部呢 一般松弛部窗户也好 或者是松弛部的内线袋也好 它都是形成胆子流的 比较多位些 呃 呃 呃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 呃 呃 这张骨膜呢 就是呃 呃 呃 非常内线 它已经不叫内线了 叫不张 或者是捏捏 整个贴到骨夹上面去 就看上去没有骨膜了 实际上它有一层非常薄的骨膜 呃 呃 贴到里面 这几个听骨的影子 轮廓完全出来了 连那个面神经都能看 这个这个是Fashion Network 这个正常是看不到的 因为它这个上骨式的外刺臂啊 已经坏了一部分了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垂骨长 这次垂骨的这个饼 垂骨有垂骨饼 还有垂骨头吗 这是垂骨饼 整个出来了 然后中间是一个Head of Steps 灯骨头 呃 它的粘骨呢 就正中间那个针骨啊 可能已经没有了 大概烂掉了 另外那个灯骨啊 呃 呃 呃 这是圆窗坎的位置 灯骨呢 是相当于复着在卵圆窗的位置 在它的后下方就是一个Round window 圆窗坎 我们做电子耳窝的话呢 一般就是在这个圆窗坎的前方 这地方磨开 哪个洞进去 就是对于那种集中肚耳朵的患者 如果生下这个小孩他就没有听力 他可能以后只有靠人工耳朵这一条路 如果人工耳朵也不能做的话 这个小孩以后可能就不会讲话 呃 呃 这是形成胆脂瘤了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这个骨膜的紧张部中是好的 呃 呃 这是锤骨饼 在它的下 前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亮亮的东西 这个叫光锥 这是正常骨膜 呃 一般都有个光锥 你们在见习的时候啊 呃 老师会告诉你们 呃 这种正常骨膜形态的 这个紧张部是正常的 但是在它松弛部呢 不正常 所以门诊检查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 你把这个小的夹皮的地方呢 可能就忽略掉了 实际上这个可能这个病人还比较严重 把夹皮拿掉之后啊 它里面就是一个内线带 或者是一个穿孔 呃 呃 这种就是胆脂瘤的形状 就是记着松弛部穿孔 或者松弛部内线带 往往意味着里面有胆脂瘤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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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呢那个骨膜已经整个是大窗口了 里面白花花的东西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录像一样看到的东西 就是一块一块胆脂瘤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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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片子呢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CT片啊 等你们当当装科医生之后啊 一定要会看那个装科的CT片 这是一个涅骨的横段位的CT片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呃 这个旁边对应的是一个手术的录像 这里面这个白颜色也是胆脂瘤 这是很高的层面 这个层面我往下降一下 呃 我们一看它就是开过刀的病人 为什么呢 呃 因为它的沃尔道后臂啊 呃 呃 不完整啊 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以前手术过了 还有一种呢就是呃 呃 呃 被胆子瘤破坏掉了 破坏掉有的 呃 呃 但是如果破坏到这种程度呢 比较少一些 就是胆子瘤可能会烂出来 就穿过那个骨皮质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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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一开始给大家看了一段录像 我说乙壮痘乙壮痘乙壮痘 乙壮痘乙壮痘就这个东西 看到吗呢 圆圆的那个影子呢 翻翻的 这就是乙壮痘 它就是从井内静脉 往炉内转弯 这是井进脉球 这个圆子井进脉球 比较低的层面 然后井进脉球再往上走呢 就变成乙壮痘 再往上面进炉了 这实际上就是炉内一个 蛮大的一个静脉 手术当中就是要把它保护好 一旦损伤也可以处理的 就是要是经验不足 读的话呢 可能会手往脚弯 因为那个 虽然这个静脉它很粗 那个血码它就涌出了 可能会整个树墙就满了 也一定要会学会怎么处理它 就是尽量不要损伤 这个水瓶半个管的 前方呢就是面腾筋的位置 面腾筋像个 像个人民的人子一样 这边是水瓶段 这一撇是水瓶段 一那呢就是那一个弥度段 就是面腾筋的弥度段 然后再进内厅道里边去了 面腾筋 这个是横端尾 那这一张呢就是灌端尾 灌端尾就这样切 横端尾就这样切 所以这两个位置一看了你就知道 前后到哪儿了 这个呢是上下到哪儿 上面呢你看是 这就是脑板 我们天天讲的脑板 叫古尸天盖 或者是叫古豆天盖 在这以上呢就是那个钟炉底 钟炉底 在这以下呢就是我们的古尸啊 古豆啊还有乳涂腔之类的 这个前方这一圈圈的就是耳窝 这个上面就这种形态呢 你看它边缘比较锐利光滑 一般考虑是胆指流 这一张就是胆指流 这是一张电车厅的那个图片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们正常的电车厅啊 一般是在二十以下 也就是说那二十五分贝以上的就是 所谓二十六分贝以上的 所谓清度耳膜嘛 我们正常人大概都在二十五分贝以下 但是像这个右侧呢 这个乳液叶呢 它不管是古导也好 还是气导也好都下降 这可能长期钟而炎之后啊 引起了一种混合性耳朵 慢性中耳炎呢 开始可能是一种传导性耳朵 但时间长之后啊 古导也会引起下降 会导致这种混合性耳朵 胆子瘤也好 胆子瘤也好 或者是一般的中耳炎也好 都有可能会导致晚期的这种混合眼 像耳朵甚至是感应神经下耳朵 甚至是全龙或者是集中的耳朵 像中耳炎 因为中耳炎两个儿子全龙的病人也有 还可以考虑做人工耳窝植入手术 这样的话病人可以重新恢复听力 但是呢你耳朵上面要带一个东西 因为耳窝它现在始终没有解决那个 就是全植入问题 我们植入是一部分 另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像吸盘一样磁铁 叫做磁铁吸在那个头皮上面去 然后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听到声音 这是另外一个病理 比较典型的一个传导性耳朵 这个右侧呢是一个正常的听力 左侧就是你看古道基本上还正常 但是气道呢都在六十分贝左右 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传导性耳朵 就是有明显的气骨导叉 所谓混合性耳朵呢 就是气道也好 鼓导也好都下降 那叫混合性耳朵 但是它们之间呢还有一些那个气骨导叉 如果两个线基本上并在一起下降的话呢 那就叫感应神经性耳朵了 所以耳朵它以后你们也会讲分为三种 就是一个是传导性的 一个是混合性的 这个就是传导性的 有明显的气骨导叉 两条线分开 如果两条线都下降 也有那个中间还有气骨导叉 那就是混合性的 如果两条线都下降 而且基本上在一起 像这样飙在一起的 那一起下去的话呢 那就是这种感应神经性耳朵 所以耳朵我们也分三种 这也随便告诉你们一下 这张图片也是 右侧是完全正常的一个耳窝 你看乳涂气房 包括我们的三个厅图都能看到 这个小的是灯骨 中间的一个是真骨 这是一个耳窝的结构 这一侧呢是一个 这两面三位的不对称派的 这是个紧经面球 这是前面是耳窝底旋 这紧经的动脉管水平段 然后乳涂腔里面呢 都是软子之瘾 灌状瘾也是的 这个从上到下全是软子之瘾 这是一个胆子瘤的病 就是灌状瘾 刚才讲了那个胆子瘤啊 胆子瘤它分成先天性的胆子瘤 和那个后天激发性的胆子瘤 因为他们的治疗呢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这里面大概要一起讲了 在以前呢是不分开的 后来是新版教材 把两个病子也分出来了 所以胆子瘤单独列为一种病 但他们症状呢还是比较相似 以前我们考试可能考过那个 你身上有个表 就是在129页的那个慢性中瘤 化能性中瘤炎 于中尔胆子瘤鉴别表 以前曾经考过 还有胆子瘤有几个形成机制 就是有几种学说 就是你要知道有哪几种学说 比如说什么能带内线学说 又是那个上皮疑心学说 要知道有几个机制 不管是胆子瘤也好 还是中尔炎也好 它的临床表现呢 首先总共有一个是耳流浓 我不知道你们接触过中尔炎病人吗 这个中尔炎病人还是比较常见的 我这边一年可能要做这种手术 大概要做 所有的耳显微手术大概由 我去年做了六百多台 平均每天都有几个手术 可能有三分之二以上呢 都是中尔炎的手术 这种病例相当相当多 在专科医院呢尤为集中 因为都是全国各地来的 另外还有一个题外话 在我们王乐美院士的代理之下 我们学科是连续三次的那个评比 学科评比大概是第一的 是全国第一 我们有过科 我们复旦有个研究所 也在搞这方面的调研了 这都是我们王乐美院士代理之下 我们极其努力的结果 我们耳科也应该算非常强的 我们的病例 病例说大概在国内都是遥遥领先的 每个教授的这个手数量 出去和同行交流啊 你都会发现我们手上非常大的 不在一个等级上面 所以我们每天都没有闲的时候 不是专家门诊 就是手术 还有一些教学科研工作 医生没有闲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辛苦 中耳炎病人也是长期流浓 而且这种流浓会反复发作 有的时候这个浓还有一些臭味 这就牵涉到胆子瘤的问题 胆子瘤一旦感染之后啊 这个中耳流浓就比较臭 很不好闻 一闻一次大概就不会忘了 中耳炎子瘤激发感染之后 像单纯性的这种 古我刚才讲的那个中央型穿口啊 它可能流的那个浓啊 就比较清淡一点 或者是稍微有点粘液一点 它不一定很臭 但是中耳炎子瘤那种浓呢 往往很臭 可能比那个吃的臭豆腐差不多多 臭豆腐大概是闻起来不太好 吃起来还蛮香的 下次你们实习出去体验一下 第二个症状呢就是hearing loss 中耳炎也好或者胆子瘤也好 它骨膜穿口之后啊 会导致听力下降 另外呢那个听骨链的破坏啊 也会导致听力下降 所以这里呢 给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如果这个听力这个 气骨倒叉啊 在四十分贝以上 就可能这个听骨链有破坏了 如果在四十分贝以下 那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骨膜穿口 导致的听力下降 所以在术前我们做个电车厅啊 可以初步估计一下这个 听力下 听骨链的情况 这样呢这个 到底是术中考虑做听骨链重建 还是那个做一些 完毕式的骨式成型 保留听骨链的手术 这个在术前呢 大概就有一个死相准备 当然那个 这只是一个错误工具了 还有少部分病人可能会有些耳鸣 长期的中耳炎之后啊 除了耳朵流浓啊 听力下降之外 有些耳鸣 另外就是那个 有可能会导致一些 比较危险的并发症 你们也专门应该有这一课的吧 就是麦形中耳炎 在颅腿外的并发症 像敏痰啊 雷露炎啊 或者是脑门炎 这些脑门炎啊 这些病发症 我们会有老师专门给你们讲的 在体检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呢 这个骨膜的紧张部 或者是松弛部的穿孔 松弛部穿孔呢 我们现在一般都描述为 松弛部的内线带 就不像以前讲松弛部穿孔 它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内线带 穿孔呢 也分这个紧张部叫中央性的穿孔 或者是边缘性的 如果这个穿孔已经烂到边了 烂到骨环了 那这个穿孔就叫边缘性的穿孔 如果是在骨膜紧张部中间的一部分穿孔 它还有残边 那就是中央性的穿孔 还有一些病人呢 我们看不到穿孔 为什么呢 它这个胆子瘤也好 或者是肉牙也好 长到你这个耳朵渴了 所以你把那个耳朵灯光一打 里面一团肉 根本看不到它那个耳朵深部 就是肉牙 全是肉牙 像年纪那么大的病人 如果是耳朵还会经常出血呢 那你要提高警惕了 可能会有癌变 这就是我们下面的鉴别诊断问题了 像前几天我刚刚做了一个手术 他也是五十几岁一个男性 耳朵声部有点痛 后来在当地医院呢 就是切了一块肉牙下来 画也是高度不典型增生 癌变了 这是长期的中耳炎 可能炎性刺激有关系 但是并不是每个中耳炎都会癌变的 不能反过来讲 但是癌变的病人呢 或者中耳癌的病人 大部分都有中耳炎的病史 所以他如果痛啊 甚至伴于面瘫 这种痛往往是比较顽固的 或者持续性的 你要考虑到有癌变的可能 或者是伴于耳朵里面 就经常出血的话 因为一般的中耳炎 他不会有耳朵流血的情况 在诊断里面呢 还有一个就是放射血的诊断 这个主要靠CT 刚才我已经给大家看了很多CT片了 因为以前最早都是拍那个X光的屏片 那个现在已经淘汰了 那是大概 我做住院的时候 那个时候应该是八几年的时候啊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已经基本上不在乎了 八十年代末 那个时候还用那个屏片去拍 那很不清楚 只能估计一看有没有一个胆子有枪 一般的中耳炎他根本拍不出来 现在CT都很普及的 我看县级医院都有CT 所以这个一看就知道病变情况怎么样了 CT我们最常用的位置 一个是横断位的CT 还有一个冠状的CT 诊断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一个是像曼性中耳炎 一个是骨膜窗孔 或者是卫尔道生部的肉芽 长期的流浓 大雨听力下降 这是他主要症状 简单就是刚才讲的一个 一个是骨膜窗孔肉芽 还有CT啊 看这一层气房 基本上没有了 绝大部分中耳炎 大家可以看看 都是那种板杖性的 或者是硬化性的乳涂 正常乳涂气房呢 它透亮的都含气 所谓含气就是乳涂气房 看上去都是黑颜色的 它就是透亮的 如果是一片云白的呢 它就是代表了 曼性中耳炎刺激之后 或者增盛一起的 所以CT片一看就看出来了 中耳炎一般不需要用到 核实控制检查 比如说你想区分一下肉芽 到底是炎性的还是肿瘤 做一个增强的核实控制呢 可能一定参考这样的 好 我们第一期喝了 先上边点休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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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